作词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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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可以做成墙 身外的阻挡 所有自由渴望 当一份信仰 再不能抵抗 人体潮烂气狂 藍丽两岸芒 天地离人亡 无为孤众在 芝麻长身上 夜未央 天未央 我在心存的相场 只不忘 至少在意奔向 四面的流氓 而我该 希望那是什么 你要再滚烫 孤着芝麻 我无畏的狂妄 当一分之下 只手能隐藏 直到人们欲望 谁也茫茁 我们的片长 从今如此辉煌 但青天秋凉 披醉皆崇祥 无悔少年亡 十月床之后 夜未央 天未央 我在心存的相场 只不忘 至少在意奔向 四面的流氓 而我该 希望那是什么 你要再滚烫 如酒去 把我无悔的狂妄 我只愿不了 凡人如家 除了几次 除了几次 无期 全本万万 有我年明 无法 谁才奔叹 青年后你 我都仍被昏远 夜未央 天未央 我在心存的相场 只管我 只剩在意奔向 四面的脸庞 累快开 希望那是什么 你要再滚烫 如酒去 四面处 开始独掌 天一荡 天一荡 白昼 隐默的情网 像我们 偷装将 藏身历史的红华 当世人 都以为我 谁是危险滚烫 如酒去 把我无悔的狂妄 如酒去 只遗憾 天不正干 今天 今天在头一天 播出 我们已经 年轻了 你年轻 但我四年 一年 我没有来 录制这个节目了 因为我们 想说 两千凶十六年 整个十六就要搞了 就差不多四个月 就是 大选的日子快到了 所以 感觉说 我没有来做一点的事情 很对不起一个土地 所以 我想说 找时间 一星期一遍 来做一些 尽咱的本分 尽咱做一个社会公民的责任 要多少来打拼一个 大众的事情 是要大家来打拼 所以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 一个责任 说 为了我们台湾的未来 还关系着2016的选举 是关系到我们台湾的未来 对 台湾人在这两千凶百年之后 我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蠢 但是蠢蠢的时候 我们也是没办法 因为终究 行政官在通牌的人的手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 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但是 为了我们要改变它 我们也是要台湾打拼 努力 打拼这个过期 美国人都跟我们说 你们80%的人 投票是20%的人 这样怎样有法度 那真的没法度 本来就是一个很无公道的生意 因为这个选举里 在大部分的资源 在主管 包括教育 自基本的教育 都已经是错误了 所以我们 为了要改变这个 如果照美国 把我们提供的意见 就是说 我们要拿到政权 台湾人要先拿到政权 直到国 你要改变什么 你就是要拿到政权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台湾人 无论你在当一个位置 我们就是要努力 要尽我们的本分来做 所以我们 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感觉 在我们可以做的范围里面 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来做 今天我们开始 我们有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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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 因为我们在这一年以来 这一年以来 我们看到台湾的很趣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发现到 最近台湾的天空是很热烈的 政党都好 新的政党都要出来百家争鸣 有的地方我们感觉 我们感觉 好像这个党的 过去他是对国民党出来 但是我们感觉 嗯 怎么出来的 国民党分家出来的这些人 好像最近的一些 对一些 所 发表的一些看法 好像不错的样子 感情真的不错 感情真的不错 有一个人 他有说 有一个党 他都在 像我们第一席党 他都在 那个 满皮里沿岛 就是 八山的 幾号部党 那 整天 一直 这几百年 还没几年 都这样 都在拼 都在说 那有人 你看这个西南 有到他们 那 国民党 他们叫做 什么 民国党 结果 有一些朋友说 有LP跟PL 还不都一样 哈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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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 听他们说 其实 他们都有一个特色 你有感觉吗 对 所以 我认为 这个系列 会开始 第一 我认为 我们先来分析 这个董 本身的特质 他们说 他们是 什么困难 他们做成 他们的政治主义是什么 但是 我们先来看 我们台湾的这些政党 的特色 到底 有什么特色 我们台湾的政党 很差别 有两极化的现象 有一些特别的现象 我们来 了解一下 像 中国国民党 他叫国民党 但是他上面 还有一个中国 这不奇怪 所以我们 有 有在上网的人 其实 如果你去 Google去搜寻 搜寻 搜寻我们台湾的政党 我们就发现 已经有人在那里分析 说台湾的政党 有四个 很差别的现象 有四个 很差别的现象 第一个 就是 这个 里面 一共有四个 四种现象 不一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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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说社会结构 社会的结构 第一个现象就是 每一个政党的文宣 不同的说法 每一个政府 都有他的特色 特色 计算 内部的政党主张 我們現在是說他們的文宣方面 他們的專團 他們的政黨 有特別的農業的特色 我們看到在這個黨裡面有一個叫做中華生產黨 這中華生產黨是一個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從中國來台灣的一個男人 有這個人喔 中國生產黨 是怎麼叫做中國生產黨 這我會了解 這我過去在新聞看到的信息 好像這一個女人 她本身是由台灣嫁來中國 對 由中國嫁來台灣 然後他們 我們知道台灣的外籍配合現在很多 很多裡面包括由中國來的 除了東南亞那些人以外 還有在中國來的 他們中國來的 人數已經很多 他們就自己去做一個黨 因為他們在 他們有生出 他們的下一代 所以這叫做東國生產黨 因為他的logo 因為他在中國來 所以他 雖然不是五星期 但是他的這個旗子也是五六七 只是排列的組合 跟 中國共產黨的排列組合比較不一樣而已 不過你這樣說我也覺得很合理 因為他就來在生產 怎麼當年也生產 對啊 對啊 就是專門來在生產 所以叫做中國生產黨 專門在 替他們中國人在台灣生產 對啊 這樣也是很合理 對啊 那也很趣 這個生產黨 為什麼他們 他們這個男人來台灣生產 就要在生產黨 成群結黨 這不奇怪 也很注意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 其實我有在懷疑 我在懷疑這個黨的主性 我真的很懷疑 他是改風軍的成員之一 派來台灣 就是這樣 這是我對他們的 其實他們要這樣生產 是沒關係 不過我們台灣人要知道說 哇 這是一些 中國女生產 就成為一個中國生產黨 讓我們 我們要去瞭解這個黨 我有得意識 你如果瞭解 你就對他 真相你就會知道 你如果知道真相你就不會錯 他這是他第一 我們台灣的政黨的這個現象 第一個 有出有氣的現象 第二的就是這樣 每一個黨 就是所有的黨 所有的政黨 他的名字 他的名稱 都很要掛上 掛上什麼名稱 中國國民黨 中國生產黨 中華 如果比較統派的人 他就掛上中華什麼什麼黨 如果比較獨派的 比較客人 如果比較獨派的人 如果比較獨派的人 都台灣加上台灣 所以 如果不是中華什麼什麼黨 就是台灣什麼什麼黨 這樣 這是 就是這樣很分明 明顯的 現象就對了 但是他在台灣 結果都掛一個中華什麼黨 中國國民黨 中華什麼 中國和中華 都掛在頭上 掛一個中 就有問題 我們不可以說他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說他的問題 他說有奇怪的現象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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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啦 我們要特別注意 特別去跟 吼 我們不可以 含在他們所設的 那個現象 裡面 就是說 他們如果掛一個中 都是跟中國有關係的啦 像說 很奇怪 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 已經那麼久了 結果 他也是把中國 那個頭 已經沒辦法抵掉 就沒辦法把中國拿掉 這也是讓我們台灣人 我們如果比較注意的人 就會去注意說 有時候把中國掛掉掉 我們都剛才幫助國民黨 國民黨 這個 中國國民黨 他的誠意是中國國民黨 所以 顧名思義 他就是 中共 所以我們對這幾年 2008年以來 這個 特別這個 阿狗 政大後 我們就更明顯知道 他的所作所為 就是為了 中共 再來我們來看 他的第三個現象 第三個現象就是 我們台灣的 每年 幾乎每一年 都有新的政黨出現 都有新的政黨出現 那像漁厚春筍 這樣 漁厚之後 孫兒去補財 所以也是 欣欣向榮 不錯啊 你看我們特別 我們對318協議員 我們可以看出 有多少 多少新的 這個 本土牌的政黨也有 本土的這些年輕人 或是說 我們這些獨牌的人 有什麼獨牌的 為什麼 招出現了很多的 招出現了很多的 那種 他們是在煩惱什麼 這也是奇怪 這也是奇怪 他們就是 對啊 這有這麼多人說 要成立自己的黨 形成新的黨 這些新的黨 他們對台灣有什麼幫助 還是說他們是做什麼動作 我們看到有什麼動作 有台灣獨立黨 還有 那裡已經有獨牌了 還有 蔡丁貴他們也做一個動作 還有 金橫偉他們也去做一個動作 還有 什麼人 劉聰毅 他們也去用一個動作 其實如果他們追根究底 其實他們說 他們為什麼要另外成立這個黨 他們就是煩惱說 因為民進黨 我們可以這幾年以來看出 民進黨已經 幾乎在向那個中間顯民靠樓 所以 這些人就是煩惱說 這樣 人工這麼獨牌 台灣獨立的這個聲音 會不會掉 所以他們就趕快 就很多人就是 為了這樣來做這個 他們認為說 這樣可以讓台灣的 主張台灣獨立的這個聲音 在這個政黨裡面 優惱有這個 減一點的份量 這樣 你這樣說 我也有感覺到 就是說 在那 因為 阿平也要選 就任總統的時候 他們把那個台獨黨綱拿掉 然後 經過這樣 已經十幾年以後 很多在民進黨裡面 都趨救他在中華民國裡面做歌 所以說 對民進黨的嚴重 對民進黨的嚴重 也要很嚴重 但是 今天說 台灣的聲音沒了 所以說 又用中華民國 新的進黨出來 這種現象 也是有一點點 我們說 沒有去 整個分析的時候 你又沒有去感受到 你怎麼這樣去感受到 哇 也有很多人是 優心 優民 優國 有到台灣的政党 他也是 又在職業 勇敢的人 也有 對 所以這也是 有他們的考量 有他們的考量 也是有那個必要性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 都在 以前只有 在國民黨 國民黨 以前的進政 就是只有一黨而已 對 對 插回那黨 也就是說 青年黨 什麼社民黨 那在 他叫 有一個人 民進黨還沒成立 他們叫做 插回 放在那裡 花瓶黨 對啊 民進界的 他們 經典國 他們是花瓶黨 對啊 就是說 他們的中華民國 說他們是民主國家 所以說 只有中共的黨 只有中國國民黨一黨而已 今天說 讓人說 他們只有一黨 所以 有成立幾個花瓶黨 那幾個花瓶黨 是不是 我們稍後 也切出來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稍後 我們會把這些 包括 現有的新的政黨 和過期的政黨 我們會慢慢 逐步地來分享 讓大家了解 認識一下這些黨 我們說到這裡 剛才我們再插一個花瓶 就是說 這個 這個新的 成立這個新的黨 我最愛看到的就是 還有什麼呢 還有 對三一八學院 有這些年輕人做的動 時代的力量 他們沒有成立一個黨 他們沒有用黨的名稱 但是他們是 一股的力量 就是 就是說 在所有的政黨以外 還有一股的力量 就是在三一八學院 這麼年輕人 這麼年輕人 他們所形成的一個政黨 也不是叫做政黨 一個勢力 小勢力 涉在那裡 我個人 其實我在這個 就是 他說三一八 應該往前推 應該是在 三一八是在 前年 還進行一年的803 803的弘仲丘案件 自驚之後的803的那項 對那項之後 在進行坦白說 在過去我們在走這條路 對這些年輕人 我們都拒絕他們他們是草莓族 說他們都在家裡做宅男宅女 那時候真的有一點煩惱 想說如果這些年輕人 都沒有在關心台灣的建築問題 只要在阻止他們自己的蘇聯 在網路上等等這些 或是他們的生活 有一點覺得對台灣都會想下去 其實我也沒想到 有一天我們老了 我們沒有在家的時候 台灣要怎樣 我會覺得真的會覺得 有一點那時候有一點擔憂 所以在318學運 讓我們感覺台灣還有一個新的力量的形勢 而且是年輕的 勇烈的 鄉真驚的 讓我們找到希望的感覺 對 而且 他們這個 為了他們的世代 而且這一股的力量 不是只有 限定在318這些運輝的人 我們還看到最均勢的 最均勢的就是 為了這個課綱 課綱國民黨在微調 他們說微調 其實是把我們調 還是調了 我覺得比共產黨在調 他們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歷史 更加大的 大幅的調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高中生 你看看他們沒有代表館 但是他們為了他們的售教權 為了他們要 政客的歷史觀 所以他們站出來 跟這個政黨 在這裡跟他們阿求 在這裡跟他們討價 討價還價就對了 嗯 跟執政者 荒恐 而且有人用他的姓名去告訴我 對 換來換來我們的教育館 不能讓他們這樣 蓋平去 對 其實 欺騙台灣的歷史 現在他在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這個構約 台灣的這個構約 本來就是 沒有政客的 已經好不容易 在阿扁的時代 才稍微調一點 微調一點 你看所有的歷史 又是他已經國國民黨的歷史在什麼歷史 沒有為我們台灣人的歷史在什麼 對 已經有調一點 沒有一點點點的改進 結果現在又跟他改進 到這個台北市 本來是一綱多本 結果好農賓那時候啊 就用一綱一本 這種倒退路的這個構約方式 我之前有跟這個 為了一綱一本被格子的蕭小玲老師 做節目 他已經在這個七五年的抗爭 他覺得對的事情就是堅持就做 到後面有得到平凡 但是這個平凡還沒有完全 因為他說他有一個 真的這個是時代的大女人 我又光榮的回中山國莊 他說他要光榮的回去 他也是說政府考慮的力量 對 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蕭小玲的這個努力 為一綱一本而奮戰 跟我們現在這個年輕的 年輕 國看年輕的一代 為了課綱為條 這樣打拼 我們就說有一取同工資 有這個一樣的效果 就是說台灣人 我們也是有很多人都是在關心 我們自己的地方 這也是這個心 讓我們也站在前面說話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年輕人 讓我們充滿著希望 能夠改變 本來他覺得很累積的 覺得我們在這裡拼拼拼 拼到有一天 這個運輪的人 凋零 逐漸凋零 這樣台灣要怎樣 結果318之後 這個課綱的問題出現 只是我們看到這些青年 這些年輕人的 這些新鮮鞋子 真正 讓我們的眼睛更緊張 充滿著對台灣 充滿著希望 現在我們已經說三個現象 我們的政黨 台灣的政黨 還有一個現象 很趣的就是 這個 無論什麼黨 但是就是 有兩個色彩 好像有兩個 很多黨 但是我們可以在台灣 好像分兩色 藍跟綠 對啦 藍色跟綠色 真主義的就是 這兩大燈 是什麼 裡面 每一個政黨裡面 都有派系 這些派系是很分明的 這些派系都很清楚 我們可以參加民進黨 有多少派系 這樣說不完 沒有派系的派系 我說他們沒有 不然我們還是有分 對 這也是一個 主人的現象 也是主人的現象 但是我們也是要去觀察 對 我們對於 我們未來的考量 我們要選擇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去觀察 各種派系是怎麼樣的 對 那如果裡面我們也看得出 我們也是 他們也分出來的黨也不少 以前我們只看到 新黨跟 市民黨經常 現在 現在怎麼不一樣 他們這不是派系 他們已經挑采變成 說 聽敵人 我來是說 是派系 但是他們是 國民黨的聽敵黨 兄弟黨 一家親 對 是有最健康 對 所以 我們可以在那個 什麼呢 有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高雅 我告訴你 在高雅的切齊 高雅的切齊 有在看補助的人 有看到 在自由時報 有一篇新聞 那就是台南 台南在那裡說 說國民黨 親民黨 和新黨 他們的現象是怎麼樣的 這在我們 因為我本身是基督黨 我們教會裡面有一個 你說 說基督教的 所信用的 上帝就是 所信用的 是他們就是三位一體 結果 親民黨 台南黨 也用這個三位一體 來在綜合的評論 這個國民黨 跟親民黨 跟新黨 說他們也是三位一體的 中國黨 所以這也是一個 很趣的 雖然他們的派系 我想 其實我們的黨 感覺出來就是 他們也是為了他們的 各個黨 各個派系的利益 應該 我是覺得說 這些人 他們都是為了說 為了說 他們在台灣的統治官 他們不能 他們現在看到 說國民黨示威 他現在只剩下 去年 算得有更差了 他們現在就是想說 他們是不是 他們這些人要延續 在台灣的統治力量 所以你看 我們看親民黨 宋楚瑜 說我們收錢 要去越 中國官吏九三 高雅吹三 他也想說 他也要去 結果是中國 不讓他去 所以他就派 秦君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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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他們都是收錢 去中國 這樣 拜拜 朝拜 對啊 所以說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們的心機也很沉 像說 這個宋楚 他都在說的時候 你看我 他做生長 是多好 又多好 我外勁又外勁 但是他的心 也是在中國 對 對 他是 我是認為說 其實他 我對他後來沒有去九三 他有收到邀請 雖然後來有透露 他這個邀請是他自己 中國要跟他邀請 但是他有叫他們放鐵馬給他 聽他說鐵馬裡面 沒想到要閱兵 但是我相信他重點是因為 他為了選擇 選舉考量 對 選舉考量 所以他本身沒去 但是他沒去 從中國來說 他可能會感到很失禮 所以他就派他的秘書長 勤金升起 去那裡讓人跟 在臺灣的新聞界 也在 引起很大的討論 和質疑 但他就提出了很多理由 說秘金升 那天就為了說 他身體不好 還是怎樣 只有沒有到夜兵台 反正就是編了很多的理由 這樣就對了 這是 我覺得這是他的 其實我們對這裡可以看出 無論他這篇選舉 他發表很多 讓你的感覺 台灣人會覺得 他真的在為台灣 他真的跟國民黨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其實他背後 他背後還是他內心的深處 我們可以對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感覺出 好 像說他有說很多 讓你感覺說 哇 你很感動的 但是屬於師兄 他的心是掛在中國 所以他說 台灣人不能忘記說 他們的黨都有掛一個 中央國民黨 中華新三黨 你看 實在都掛在頭上 頭上都可以 沒辦法地好好的 所以我們 是 有不難分辨 我們如果要去分辨 是怎麼不困難 但是你就是要用點點的心 我們這段我們先談到台灣政黨的這個現象 還有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所認罷的 我們所知道的 在台灣到底有多少政黨 在這個政黨裡面 有的是在選舉裡面 我們看到的 在選票上印出來的 還有選票上沒有印出來的 那麼多的黨 我們所知道的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 跟大家分析一下 讓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在政舉16 2016的選舉 我們到底這張票要怎麼投 好 聽一個音樂馬上回來 是什麼 två 二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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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只想 只想能隐藏 直到人们欲望 谁也茫茵 我们的篇章 曾经如此辉煌 在晴天秋凉 披醉铁冲场 不怀少年亡 是热闯之后 也温暖 天未了 我曾心存多少场 只不忘了 心想在一般 像思念的脸床 我温暖 失望了 是什么 依然在困淌 再去 把我无悔的狂妄 我只愿不留 凡人不佳 俗文几次 默契 全本忘了 招呼的 并无法 谁才反叹 新年后你 我都愿飞回来 我都愿飞回来 Here we go 天未了 我在心存的下场 只不忘了 只想在一般 像思念的脸床 累回开 寂寞了 是什么 依然在困淌 入整区 思念出 更新独掌 天一荡 天一荡 白昼 一波浪心疤 像我们 偷装将 藏身 迷失的红华 藏身人 都疑问我 谁一次 危险困淌 入整区 把我无悔的狂妄 入整区 只遗憾 天不正干 天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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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節我們有跟大家說到台灣的政黨 百家爭鳴的現象 我們現在要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2006年增加16這項票 到底要怎麼投 最近我有發現一個現象 過去我們台灣人 因為現在有很多我們不可否認 對這邊特別五都的選戶了後 在五都選戶的政後 台灣有食安的問題 頂頂的問題爆發出來的時候 我有感覺 我不知道阿嬌你不知道有發現嗎 有很多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 可能他們過去比較容易受國民黨的影響 現在這些人都比較出來 都比較好像有需要轉變他們的立場 都有轉變他們的立場 但是他們也不是同 也不是獨 不同也不獨 他們都比較偏向什麼 像我最近我們有在看政論性的節目的時候 有一個節目就是 四十九台醫電視 重點是1點到3點 1點到3點 王傑銘 一起來翻轉的節目 他有開放COIN 但是我們可以為這個節目 COIN的人 其實我們可以去考慮 很多人 他們真的不同也不獨 他們所主導的他們就認為 會怎麼做事情 就好 不要餐廳 阿狗的那年飯湯 這樣就好 選賢的人就對了 老人 要選給老人 不可以選給一種不好 很慢的 浓浓的那種 聽說 馬英九在考數學 都考到三十幾分而已 對啊 我覺得他的數學 可能 比我更 比我更貫一支支援 如果說到數學 我不敢說 我數學 我本身也是一支 一定是很老 他一定是很老的 所以他才會把你 把我們的國家抵立到那麼多 其實 當然是他根本就沒有心 要抵立好 他說 錢歪歪去比較要緊 所以 他就選票騙到了 對啊 他騙票而已 對啊 兩邊的選票 我們都可以感到 到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感到 原來他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當下 在選票的時候 他都靠包裝出來 都靠包裝 選票後再跟我們說 啊 633 或是說 633是八年後的事情 就是 就是在騙票 就是說 自他之前沒有生意 要來 靠佑這個國家 他只是要靠 chimjo 阿 所以現在有一些 都選民 這點也是對的啦 這點也是對的啦 但是有夠說 雖然雖然是雖然人對 但是對國家的定位又是怎樣 也是很重要 所以說有些人已經說 發言說不是中國國民 當初說的那一條都對啦 要雖然一個人來做空氣才是正確的 這是粗暴啦 但是要比較沉進去 我們就要更了解 對 目前在台北上 在台北上這些 總統2016年的郝酸林 這些郝酸林我們都看到的 感覺上感覺上 在這些 導票林的 第一英雄 第一英雄裡面 看到的會覺得 什麼人對整個台灣 比較有行政經驗的 你看是誰啊 我們只看表面來說 可能大家 不可否認 很多人 真的是老頌 老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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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除了 一般的 中間賢民 就是都這樣 在比較 不過我們都覺得 大家都想說老頌 可是如果選到老頌 的時候 他會青春跟馬英雄一樣 你會不會爽 對 就是老頌 因為終究 他檢察 他在 內政 以前他做生長的時代 其實他做那些 讓人的感覺 讓他做過 走過的地方 那些 八十對有好感的原因 那個原因是誰 他是宋財同志 對啦 他也是宋財的同志 對啦 我最會記得的印象 他一般來說 我們應該知道 原住民對他的印象 可能更加不錯 因為怎麼說 他很好 每年都來幫我們做球 一條球每年都來做 這樣我不知道你 你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 那個時候 你就要知道 宋處於野心 他已經為了 他未來選總統的婆羅 所以他宋財同志 一直送 一直送 他是政策買票 對啦 要五毛的愉快 對啊 一條球每年做 幫你做 讓你用一年 他每年就來 這樣啦 說到這 這讓我心情說 我們台灣 到目前為止 這年多年 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的 地理環境的關係 所以我們每年在 六七個月 到差不多 九月十月 這個中間 或是十月 可能都有這個風胎 好 做成我們的 很多地方 加上我們過去 因為我們為了經濟發展 所以傳播我們過去 對這個大祖連 對三年 的這個 創拿頂頂 破壞了很多 所以 特別如果 風胎的時候 都有這個土石流 都造成這些災害 或是說 很多地方 那個球 什麼都 大風大風 就崩潰 就斷去頂頂頂 但是 我就 很配合 這說到是怎樣 阿威白了 很愛說他是日本人 在那個時代 其實那就是 無奈 台灣人的無奈 在他們那年代 他們所經過的日期 但是 我每年都在注意 所有的風胎經過 轉球 那些球 轉去 那些球 不是在補這些問題 我都沒有看到 有一條球 前到我沒有在 跑上新聞 阿威你不知道這條球是什麼球 那一條 在大球 喔 西螺大橋 對嘛 你有聽過哪一年的颱風 聽到西螺大橋 在橋墩斷掉 還是什麼東西斷掉 在修理 有沒有 喔 今天這大風大風 看那久的西螺大橋 都沒辦法 對 這條球 這條球 到這時候 這是什麼人做 一個年代 建的 做的 喔 那我們就要回顧說 西螺大橋 是什麼時候設計 要做這條西螺大橋 什麼時候完成的 對 我們印象中 我們最簡單的印象 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一個最簡單的 那個 那個認知 是說 這條球是日本時代 日治時代 氣的球 所以我們對這 我們可以知道 日本人 他們在通在台灣的時候 他們是把台灣 動作他們的 領土的延伸 所以他們跟台灣 在台灣所有的建設 都是很雜雜實實的 西螺大橋 是在日本時代 就已經開始建設 但是在國民黨的時代 完成 你知道嗎 那在這個完成 我去到我們 遂行讀書的時候 國民黨說 這亞洲第一大橋 西螺大橋 那時候就這樣 好像說 它的風功偉業 我們那些都沒有 但是我們現在一個推薦 像說 唉唷 那個時候 日本時代已經 做出的球 這是國民黨做 收費的工作而已 我們現在就說 它完成的這個西螺大橋 是中國國民黨完成的 笑死人 真的 事實不是這樣 對 我們現在看到 西螺大橋 是我們台灣人 在那個 我們那句 你要說這個 我沒準備 那個人 那個人 好像是在西湖的一個代表 是什麼 他長期長度 到我買得很早就有價錢 就是勞累過度 是日本時代 那時候有建設 有策劃建設 到國民黨後 是他們來做一個收縮的工具而已 整個過程 還是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已經 已經 開樓做 還沒完成而已 所以 所以 我們在這裡 要把這個 我們再拉回來 這個宋神 宋廚 我記得 老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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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叫他 古早 我們去一點點點頭一邊三句的時候 都叫他宋盆的 無恥 國民黨 一個 日華爾元 那個時候 叫他宋盆的 我們現在 不要這樣叫他 老宋 老宋 其實他在那個 做宋盆的時代 他就是 要無謀給一塊 全台灣這樣 都走陶陶 真的到處都在贏錢 所以 一般我們中間賢明人 說他很會做事情 所以目前為止 有很多人 都想說 最好是 比較讓我們覺得 他對整個台灣的 對整個台灣的 這個 抵立 他比較有 普遍的 經驗 嗯 其實 他自那時候 就是 為了他的總統 這條道路在破路 你看 台灣 選總統選總統 就是他 對 你看他對這個權勢 看得有多重 現在 到這次 因為國民黨四位 他已經 氣勢都沒了 他說 這次是他的 小臉 我們就看到 也是這樣 所以 有很多人 以為他不錯 請大家再試試看 說真的不錯 有人 不錯的人 一天都要選總統 對 那怕死人 我是覺得 他這個會兒 應該是 要在家裡 韓語弄孫了 不用那人辛苦了 你看他的長相 對 然後 我記得 他在做台北新聞局長的時候 迷倒了好多女孩子 說他很演奏 真的嗎 對 結果 我看看 現在看看他 一臉狠肉 真的嗎 我怎麼 要看他的肉 就是因為 要看他的 勢力 管理 所以 變成一臉狠肉鬧 有 一點 都沒有可親之相 對 我是沒有 在那個時候 我是沒有 我個人是 沒有去聽到 他在演奏 有喔 好多人喔 還講英文喔 很厲害喔 又那麼帥喔 迷倒很多人 真的啊 我 我倒是沒有被他迷到 哈哈哈哈 有很多人是這樣 覺得說 這個很演奏 還要講英文 講得好像 這樣不算 很厲害 那種行 結果 實在 我是只有對他 那時候阿威伯了 真正把過身阿威 那時候 國民黨在 審人不做董主席 那時候 有一個新聞說 宋主爐這樣 很勇敢 出來 天吼一杯 阿威伯了 走出去 那個動作 那時候 坦白地說 我是蠻 蠻 佩服他的 他 那點的 有 有一個廣播人 叫做什麼 什麼 小平 他 那個人 小平 對 他 他的回憶錄裡面 就寫著說 宋楚瑜 他就是 把阿威伯送進去總統府 就 歸公 他的 功勞 就對了 但是 你要想看看 其實 那就是 立場不同的時候 有不同的看法 他就認為說 台灣人送什麼 阿威伯要做總統 那就是宋楚瑜 他送進去 公路 大到 大到 大到天 那種嚴望 但是事實上 阿威伯你看 他的 湖口的總統 湖口下的總統 阿威伯做總統 都一直為了台灣人一直在謀福利 所以說 跟宋楚瑜有關嗎 實在 宋楚瑜也一直認為說 阿威伯 你把阿威伯送進去做總統 所以 一般 一般 中國 國民黨 中國 有過中國的中國難民 來到台灣的中國難民 他們沒有認為說 他們就是跟阿威伯送進去做總統 但是 你要想看看 有哪一國的難民 可以到人家土地當總統 對啊 對啊 所以這是 每天我們台灣人去思考 對啊 我們說難民 我們的 空中的朋友 不知道 知道嗎 中國國民黨 我們 他是 人家說 帕書中央 一些老人家都這樣說 帕書中央來到台灣 其實 他們來到台灣 都離開他們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領土 來到台灣 所以說 我們現在是台灣人 非常非常的無奈 在中國 在 在中華民國的體系 其實不是叫做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應該說 台灣地理當局 因為他有美國的授權 當然 對我們台灣人 何等的不堪 但是 這樣的延續 我們今天 還在台灣 地理當局 號稱 所有的中華民國的選舉 對台灣來說 是非常不公平 不公道 所以說 我們今天 已經無奈 選舉的時候 又有錯誤的選擇 把台灣陷入 黑暗的裡面 對 對 所以我們 無奈的情形 這也是一個很現實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是要努力 先拚到政管才說 我們現在來回答我們的政題 我們現在要來講台灣的政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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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眾到底有多少進度 我們應該說 中華民國的政黨 對 中華民國的政黨 中華民國的政黨 跟台灣掛開 對 但是我們現在無奈的 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政黨 對 我們 我們在 現在我們才知道 可能 這麼少年 他們 會覺得 台灣的政黨 百家真名 其實在古早 在2008年 6月20 6月20是甚麼日子 就是 司法院的大法官 我們知道 2008年 6月20是 媽英到政台後的 一個月 媽一個月 司法院的大法官會議 有一個解釋 第644號的解釋 有選擇人民團體法 我們在政黨的成立 是根據人民人民團體法 這個 司法大法官改稅 選擇人民團體法 組織人民團體法 第二條到第五十三條 有關人民團體的組織 跟外黨 在國際 就是說 在6月20 2008年的6月20 進政 人民團體法 這兩條 是規定說 所有人民團體 你要做政黨 你有一個限制 因為你如果超過這個限制 他可以不讓你成立 他就沒有文尊 他是喜可的 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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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可制的 你如果超過這個 如果超過這個 超過這個 外黨 就是這個什麼外黨 就是說 不可以主張共產主義 還是 你去主張分裂國土 那你的規定 那就是說 中國國民黨 跟 中國共產黨 他們是一個 對立的黨 中國國民黨 是叫做 中華民國 那 共產黨的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黨 中國國民黨 來到台灣 他們跟共產黨 是非常對立的 對 但是 在那句 就好像說 不可以超過這個 環圍 就是不可以主張說 他是中國 他是主張共產主義 還是分裂 國土 分裂中華民國的國土 其實我們說 這也是一個 很趣的事情 中華民國的國土 在他們的憲法裡面 怎麼有多大 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他們的國土裡面 沒有台灣 對 所以說 有一個 這個德國 有一個教授 他說 有一部憲法很厲害 他沒有在他的國土 也沒有在他的人民 可以實現 就是說 台灣人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台灣人 也不是台灣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可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竟然在台灣實行 這是 世界的奇蹟 我們現在會說 沒有 在這個 裡面我們也是要了解 這個現實 也要這個屬性 屬性就是 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人民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人民 對 所以 如果在2,000公佩年6月20進行 所有你們想要成立政黨 你們如果有這兩個主張 都不通過 你就沒有辦法成立政黨 但是 在2,000公佩年6月20 他經過大法官的會議 開始 因為他覺得 人民團體法 這樣整天 是不合理的 是 已經違背了 違背了 和憲法 算 愉悅必要的程度 這樣會跟憲法 保重人民 決策的自由 還有言論的自由 的這個意志 不符合 你會覺得 就 法如 萬百條 要用自己搶 我們現在搶 這樣不行 就可以再跟你解決 如果說 這些 例如說 嚇台灣 任務 台灣的政黨 有台灣選手 我們會讓這個規定 變成通過 我們會沒有意見 很實際 是啊 所以我們 我們對大法官這樣解決 之後 我們會回顧 對2008年以來 這些過期 跟我們說 2008年進行 他們都跟我們說 什麼 說 阿強是 民進黨的 同路人 說他們是我們的同路人 但是2008年 5月20日後 他們都跟我們的同路人 去那裡 高達 甚至去結盟 回來 怕我們這個 台獨 你的意思是說 他們以前都認為說 因為說 他們 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是非常對立 所以說 他們看 民進黨跟共產黨沒有那麼多對立 所以他說他們同路人 這也是覺得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 民進黨跟中國共產黨是同路人 也有點歪曲 因為我們覺得說 如果 然後 奮鬥 奮鬥 中國 我們就想看 怎麼會這樣 結果 現在他們說 是同路人 現在 中國去到 現在我們看到連戰 宋楚瑜 他們一直去拍 中國的馬屁的時候 欸 這些人是像同路人 對啊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對 所以 台灣人 法律全民調 要用自己照 這點 我們要把它 記起來 我們要把它 常常拿出來 這樣 把它理好一下 我們就知道 我們過期 是怎麼讓它 在把我們 刺激 欸 這就是說 中華民國 就不是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的國家 我們 中華民國的憲法 也沒有台灣 所以說 他們當他們的法律 都在他們中的 所以說 我們就要 真的要注意 就是隨時 我們就要拿出來 人人來看 欸 對不對 不然我們還叫拼魚 還去吃夠厚的時候 要怎麼辦 所以變成說 我們對著 法律的不信任 對著 國家的不信任 也引起 台灣人民的一個恐慌 這也是都是事實 而且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被打壓的一方 因為人那個 印度的難民 那個 不是印度來 是達賴的媽 他們在印度 他們是他說 他們這個達賴的 他們是西藏 流亡去印度 他們如果不太 他們在西藏 他們在印度 過得非常艱苦的生活 結果我們台灣人 因為會的這些難民 他們叫得很舒服 對 我們自己叫得很艱苦 對 因為頭髮壞掉 我們真的有這樣 我們一直搞不清楚 你的艱苦會一直下去 對 所以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委託要 其實我們可以 我們再來看 他的這個法 大法官解釋 他跟他公告 公告公佈 大法官會議是說 過去這個規定是不合理的 不符跟憲法的意志 這個決策 人民人民結社的自由 和言論自由的意志 不合理 在這個範圍裡 他說 對改稅 跟公佈的 這開始 進行 這兩個法 這兩個束縛 要他 釋起他的效力 我們要注意看 他公佈是在當時 他修正是在 從6月20開始改稅 6月20大法官會議解釋 但是他公佈 這三年以後再公佈 對 三年以後再公佈 所以說 申請說 我們現在有中華共產黨 是嗎 中華生產黨 台灣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 也有一個台灣的共產黨 這個黨 我有看 你如果有 你到威脂裡面去找 他是阿扁的 他們小弟 他們很白小弟 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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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 這 我現在要說的是 對他公佈到解釋 改稅到公佈 三年的期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這三年的中間 馬英高政府 這個阿扁政府 他是怎麼在印量 他們這些通牌 他利用他的行政管 要開放給他們這些通牌的人 去中國 去中國 可以去 跟中國 結合 通牌 我這樣覺得 這是 也是一個 潛藏的 一個陰謀 陰謀 在那裡 現在就是說 在2011年的時候 所有三星的政黨 又更赤化 就是說更說 中國法 說 那個共產黨的這個 紅的 一直換進來 有很多機子 都是中國的五星旗 你看 讓我們覺得說 到底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 就不是我們在國下 我們不是他的土地 結果他現在把我們赤化道 說連他們中國的 那個共產黨的國旗 都在我們台灣 這樣飄揚 所以 台灣人 你如果不自治港 要來突破這些問題 因為最起碼 現在我們只有在這個 體制 所有的體制 其實體制有 因為中華民國 就不是我們在國下 那就是 不過我們現在的現場 就是在這個 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那就是 我們如果沒有說 在這個 這個 台灣地理統計 我們沒有去選到 我們自己的人 去地理的時候 我們就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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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用 捏皮了 所以也是很危險 所以說 我們是要拿出來說 讓大家 提到說 哇 實在整個 在2011年 他本來 他不要修法還好對不對 嗯 不要修的時候 他還說 不可以有 中國的 共產黨的 屬性 不可以有 這個 分裂國土的現象 結果 現在一個 修了這個 憲法的法律 在2008年6月20 修法以後 在2011年6月公佈一後 有 哇 3.2把台灣更赤化了 嗯 都紅的啦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 就是要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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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 會議 大法官解釋之後 啊 跟公佈 公佈 跟那個 主張共產主義 分裂國土的 這個 這個 都拿掉了 台灣的政黨就很多了 像我們可以看到有 統一促進黨 如果 那些 都拿掉了 這麼多 這樣到底我們台灣 總共有多少政黨 我們簡單來 跟大家分裂說一下 就是說 在這個 進行 在這個進行 我們所知道的 在這個進行 我們所知道的 其實只有 中國國民黨 剛才我們阿強有說過 中國國民黨 跟中國青年黨 跟中國民主社會黨 這三個黨是合法的 啊 這三個黨是 都在中國大陸成立的 才來 才對 這個 中華民國 轉進 來台灣 說轉進 我在想我們讀 高中的時候 在讀 小學金信課 教官都說轉進 我們那時候我們就不辦 我們現在才知道 哦 原來他們都 怕輸著人 人家叫做轉進 對啊 他們 中國 跟日本 我們現在說 台灣的這個 這個 社會 就是說 中國跟日本 相打 叫做中國戰區 我們台灣 是屬於太平洋戰區 就是台灣 就是日本跟美國戰爭 所留下來台灣的問題 人家聽他們日本的上課說 他們進出中國 他們沒有 他們對中國 他們要進去很簡單 就是 進出 打進去又出來進出中國 不用宣戰 因為中國 所以說 也沒有那個腳趁港宣戰 所以說 中國也沒有向日本宣戰 他們日本就要進出中國 但是到我 金主港事件後 這個 現在他們看到 哎呦 美國太可 所以才說先戰 不然他們連先戰都不敢 對 他們都在打進 對 我們知道 那個時候 其實在 193年 珍珠港事變進行 中華民國 是在 國民黨 在中國大陸 他們是在跟阿強 他們兩個兄弟在那裡 是在勞戰 他們是在勞戰 很勞戰 所以他們兩個主張是不一樣的 所以國民黨是一路 把共產黨這樣打 他們都在打 在打勞戰 比較多 所以不怪這段 不怪這段 他們中國在把柯崗圍條 說 說到底是 這兩個黨 是誰人在 八年先 八年抗日 到底是誰人在抗日 對啊 他們現在抗日 他說他應該14年 對啊 都可以在說 對 所以我們現在又來 跟阿強 剛才我這樣說 在改研的進行 是有三個黨 是合法的政黨 改研之後 到1987年 1975年 這個 政府選擇解嚴 還有開放 開放黨禁 開放黨禁 就開始 民進黨在這個時候才出現 之後 其他的政黨都可以 合法定義 那個定義 他們都 一樣都要在 那個 台法官的解釋進行 都不能去主張分裂國土 不能去主張共產主義 但是 整理解釋了 台法官解釋了 就開始 就沒有那個縮白了 沒有那個縮白 到目前為止 我們總共有多少政黨 總共有267個 現在存在的267個 有夠多 277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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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個好像已經消失了 其中有5個政黨取消 取消 取消 其他的還有存在 但是我們現在要說的 我相信政黨那麼多 我們再來 我相信我們會在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邊 本來我們的節目 是兩點鐘 因為我們已經年過 年過 沒有情節報 所以請開始 一些這些機械 這些會操作 還要熟練 所以有些時間 就剛才有幾點鐘 在搞不清楚 下一次真的有做兩個小時的節目 今天先做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聽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一陣子我們就要跟大家說 我們要把這個檯面上 特別 最近新的政黨 還在進行選票上 有引出來的主要政黨 來跟大家分享這方面 讓大家認識 這個政黨是什麼樣的政黨 他們的主張是什麼 我們這項票要怎麼投 感謝 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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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度假 苏惟其出默契全本忘了 这梦念并无法醒才翻摊 七年后你我倒热被还原 Zither Harp 天未亮 天未亮 我才兴奋到下场 只怪我 只剩在本身思念的脸庞 累了该是无聊是什么 依然在困托 独角去 虽然出黑是独角 天一亮 天一亮 白昼隐默的心态 像我们 偷着将 藏身彼此的红花 当时人 都以为我写一次微信关卡 如这句 把我无悔的狂妄 如这句 是遗憾天不正当 优优独播剧场上